你刚从昏迷中醒来 身上疼得快散架了 这才发现嘴里有一把枪 拿枪的是你最好的兄弟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 在遇到这种情况之前 男主阿杰是某大车厂的一名安全专员 就是专门负责掩盖汽车安全问题 这个工作稳定但没有任何激情 无谓的生活带给阿杰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长期的失眠 大把大把的服用镇静药物 然后拼用都没有 阿杰告诉医生全世界他最痛苦 医生一脸的不屑 你去看看高丸癌患者吧 那才叫痛苦 听说竟然有人比自己失眠还痛苦 阿杰来劲了 那肯定要去看看呀 这是一个癌症患者护住小组 高丸癌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这里的男人都不是男人了 因为癌症都一刀给切了 这个胖子名叫大豹 他不是真的胖 是服用治疗激素造成的副作用 这波涛汹游的气势 阿杰表示很喜欢 趴在他怀里就是一顿嚎啕大哭 你猜怎么样 折磨阿杰的失眠竟然好了 所以说沉浸是体验就是厉害 从此阿杰爱上了护住小组 不停地和各种绝症病人会一起 而且觉得特别幸福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病 但这种幸福很快就被打断了 因为这个女孩出现了 她是玩世不恭的小马姐 和阿杰完全一样 也喜欢游走在各种互助会之间 自从知道还有一个冒牌货存在 失去优越感的阿杰又开始失眠了 于是她找到小马姐 我要告翻你这个假癌症患者 小马姐说来啊 谁怕谁 你不一样也是个冒牌货吗 一个怕失眠一个怕孤独 于是两人决定按天数平分互助组 你去135我去246 本来还只有一个白痴的 现在是一对白痴了 阿杰因为长期飞来飞去的出差 某一天遇到了帅哥眼镜男 他的名字叫阿泰 是个卖肥皂 这是命中注定的遭遇 这个又脾又帅的男人 将要改变阿杰的命运轨迹 万一你没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这是1999年的惊悚悬疑天 国际俱乐部 喜欢的话给我点个赞或订阅吧 做影视分享太不容易了 经常会因为版权问题被红标 今天阿杰刚出差回来 发现自己住的公寓已经烧疆了 一无所有的他也没朋友 应该打给阿泰还是小马姐呢 想了想还是他吧 于是下一秒 阿杰和阿泰坐在酒吧里 一瓶啤酒让两人成了朋友 聊了一堆有的没的 阿泰说你不是没地方住吗 大哥我带你去住别墅吧 阿杰十分感动 眼前这栋V楼就是阿泰的别墅 很多年没人住就被他给占有了 反正该有的功能一样也没有 但这其他的两兄弟还就住下来了 没事的时候打打高尔夫 反正方圆一英里肯定没有人 两人还喜欢打架 就在这个酒吧前的停车场 就是享受痛苦的狩猎狂那种 打得满脸是写满地找牙才高兴 结果时间一长 他们发现停车场上的人越来越多 原来空虚烦躁的都市人发现 这种方式来发泄情绪真的很棒 总在街上打来打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一个地下搏击俱乐部成立了 真的是在地下 阿泰宣布了俱乐部最重要的制度 每当夜幕降临 很多人都聚集在搏击俱乐部 在呐喊和鲜血中洗涤灵魂 似乎还真是男人该有的样子 阿泰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 阴魂不散的小马姐又出现了 而且这次还和阿泰搞在了一次 两人没日没夜地在阿泰的楼上嗨 这让阿泰很是崩溃 还有一件诡异的事情 阿泰专门警告阿泰 永远不许和小马姐谈论他 否则兄弟都没得做 阿泰觉得好像有点绕 反正硬屋子都是神经地 你们的事我一点也不想管 这一天阿杰遇到了阿泰 这家伙看起来气色相当不错 一问才知道他也参加了搏击俱乐部 不知不觉之间 这个地下组织已经越来越有名了 随着俱乐部名气的增长 阿杰开始频繁地矿工 要想个办法不干活也能拿钱才行 反正这个工作做的也都是缺得势 不断掩盖汽车的安全问题 于是就在上司面前 阿杰上演了暴灭自己的好戏 老板都懵了 没有你这么玩的吧 这下子医疗费 赔偿费 青春损失费 阿杰根本就不用再上班 可以天天好吃懒做了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 阿泰的行为越来越难以理解 而俱乐部也越来越像黑社会 之前阿泰经常做肥皂拿去卖 而且是高价的奢侈品 慢慢的阿杰才发现 用的材料竟然还可以做炸弹 阿泰整天宣扬各种阴谋论 比如大公司垄断了社会 比如现代社会禁锢了灵魂 应该打破大公司的社会垄断 应该在疼痛中清醒过来 俱乐部成员开始在城市里搞破坏 炸几个取款机 也是小菜一碟 最可怕的 阿泰开始招募准军事成员了 这栋别墅变成了他们的基地 一天在电视新闻上 阿杰看到搏击俱乐部成了犯罪组织 警察局长已经盯上了他们 阿泰的野心暴露无遗 他们甚至去袭击了警察局长 看看这些人 哪里是锻炼身体的好市民 分明是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 阿杰心中的那个搏击俱乐部 本来是积极向上的互助会 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他和阿泰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激烈的争吵造成一场严重的车祸 那个晚上之后 阿泰就从阿杰的生活中消失了 然而这个组织的运作从未停止 别墅中越来越多的人 墙上贴满了复杂的地图 一切都指向一个惊天的阴谋 小马姐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阿杰说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很快他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次破坏公共建筑的爆破行动中 好友阿泰被警察击中头部 抬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然而大家却觉得这是光荣的牺牲 阿杰再也无法忍受 和这些白痴在一起的压力 开始翻箱倒柜的发泄情绪 然后他发现了厚厚一叠登机台 那是阿泰最近两年去过的所有地方 自己去玩竟然不带我 阿杰发了风势地追寻着他的足迹 结果发现在每一个城市 总能碰到相同的搏击俱乐部 以及同样狂热严谨自律的成员 阿杰能清晰地知道每一个俱乐部地址 就仿佛是他自己来过一样 甚至有人明确地称呼他为阿泰 阿杰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 拿起电话打给小马杰 问他是不是和自己上过床 小马杰说是啊 你总是睡醒了就翻脸不认人 还非说自己是阿泰呢 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原来阿杰就是阿泰 阿泰就是阿杰 根本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分裂 在阿杰善良懦弱的内心深处 隐藏着一个躁动不安 想打破一切束缚的阿泰 他的公寓就是自己给炸掉的 我在宁面上做个好人 你去替我实现那些疯狂的梦想 说到疯狂的梦想 阿杰终于明白了肥皂和炸药的游戏 阿泰要炸掉好多城市的好多大楼 毁掉世界上九成的金融和用户资料 人类会倒退到大数据时代之前 阿杰立刻就去投案自首了 这个孤舞可不能背呀 这么多炸弹吓死宝宝了 警长看他就好像看傻子一样 但还是半信半疑的去做进一步调查 结果屋子里剩下的警察开了口 他们竟然全都是俱乐部成员 完蛋了 没天理了 没活路了 你们都疯了吧 阿泰你这个坏蛋 我一定要阻止你啊 阿杰拼命冲向他们的会何处 阿泰说别闹了 我就是你啊 然后两人上演了一场神经病大乱斗 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能跟自己打 反正他俩打得很热闹 反正就回到了最开头的那一幕 阿泰说你就别费心思了 一切都已经安排妥的 就算我停手也无法改变结果 阿杰仔细一想说 这不对啊 你就是我 我还是我 你手里的枪其实就在我手里 我打死了自己也就打死了你 阿泰你说对不对 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点 然后又帅又聪明的阿泰就死了 这时候一帮手下带着小麻姐赶来 小麻姐发现阿杰流了好多血 大家都在想这人怎么还不死呢 就在这个时候 爆炸就像烟花一样 在大楼外面如约而至 阿杰没有死 他和小麻姐看着窗外 从此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是一部一时流的电影 看起来有点神经病 就比如这一场戏 拿枪逼人家去好好学习 像不像你爸对你的要求 这是一个关于自我拯救的故事 一个被社会固化了思维的人 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小子青年 一个为大公司掩盖罪恶的小人物 一个充满焦虑想要改变现状的天才 他自己不敢改变 于是分裂出另一个勇敢叛逆的人格 然后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 为自己建立起宗教化的组织 这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电影 你一定要充时间去观赏一下 也许你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 好了 今天的影片讲完了 如果喜欢请关注动影频道 我会带给你更多的影视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